晚上好 马上来看今晚的焦点新闻 我国今天新增3788宗病例 阿汉巴巴呼吁大马人严正以待 避免成为下个印度 工程部长表示 今年暂时不调账三条大道过路费 不过要赔偿多少钱呢 再有政客通话录音外泄 韩沙在努丁坦荡成润 这是他的声音 完整新闻记得守住 4月30号的百革大世纪 晚上好 我是思雨 新闻一开始有疫情相关报道 我国冠病疫情再次攀升 今天新增3788宗确诊病例 是我国自2月以来最高的单日新增确诊记录 截至今天 我国累计病例已经达到了40万8713宗 另外 卫生部长阿汉巴巴说 在吉兰丹 沙拉越和雪龙 这几个高确诊数的地方 医院的容量已满 或已经超过80% 他更要求人民必须认真看待病例上升 避免发生与印度类似的危机 此外 印度的冠病疫情仍未放缓 周四新增38万6千多宗病例 再创单日新高 有3500多人不治身亡 由于确诊人数暴增 当地医疗系统不胜负荷 医院病床严重不足 医用氧气依然短缺 近日 全球多国的物资已经陆续运抵印度 希望能解决燃眉之急 刚才我们提到疫情越来越严重 但国人对于接种疫苗的意愿到底有多高呢 研究机构VAS发布调查显示 当中有72%未登记接种的人士保持观望态度 有20%的民众计划在一年后才登记 其余28%的人士则没有登记的打算 此外 报告还指出 36%的人士暂时不登记接种 是因为对疫苗没有信心 23%则担心打疫苗后将会产生副作用 而已经登记接种疫苗的受访者中 有84%的人士登记的原因 是为了加速达到群体免疫 保护自己和家人 其他理由也包括被要求注册 以及为了方便出行 换个焦点 工程部长法迪拉发文告表示 由于冠病疫情 政府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 决定今年暂时不调账 三条大道过路费直到今年末 这三条主要大道包括 沙亚南大道 南巴生河流域大道 以及第二东海岸大道 法迪拉指出此前政府已经冻结调账21条大道 和一个收费站的过路费 因此依据合约计算 政府必须承担22亿5000万令吉的赔偿 但实际数额必须与相关公司进行谈判才能确认 换个焦点 安华与扎西通话录音外泄还未正式落幕 近日又传出商谈重组警队人员的录音 正当大家都在猜测 这次窃听风波的主角究竟是谁之计 内政部长韩沙再努丁直言不讳 承认泄露出去的音频正是他本人 我认为有能解的声音 我认为素饼是如此 我认为素饼 我认为素饼没落后 我认为素饼 我们就要知道主角婆 他解释他身为警队委员会主席 宪法就赋予他针对警队的职务做出决策 韩沙是今早在委任全国总警长仪式上承认此事 另一方面随着全国总警长阿杜哈密退休 今天受委的全国副总警长艾克里沙尼 将会成为第13任全国总警长 接下来的新闻大家可能都忽略了 近期一名40岁男子克纳巴迪在拘留期间 疑似遭到警方殴打而送院籍切除腿部 最终在4月18日不治身亡 克纳巴迪家属的律师卡纳斯 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说 医生昨天向家属汇报验尸结果 获知格纳巴迪死于脚部受重伤 他希望警方兑现承诺对此案采取进一步行动 格纳巴迪案件也引起草野政党的关注 其中公正党主席安华强调他本人 也经历过相似的压迫 因此对格纳巴迪的遭遇格外难受 另一方面 国大党熟理主席沙拉瓦南形容 格纳巴迪的命案让人感到担忧 他将会联系总警长和内政部 会为死者伸张正义 公卿团则引述人民之声的报告 显示55%的居留所死亡案例是印译 包括2009年的骨肝和2013年达门灯死亡案例 这似乎说明国内印译男性受到启示 要求总检察署立即调查此案 让加害者面对法律制裁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